外面的那個米地還是非常的Q彈 然後裡面的肉質也是很鮮嫩很Q 然後很...裡面的這個material cheese 拉絲的那種口感真的非常的完美 非常好吃的一個韓式泡菜炒飯 哈囉大家好我是蘇菲 歡迎回來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 好事多很厲害的微波食品 基本上呢你只要會按微波爐 會按烤箱 頂多呢就是會拿出鍋子 加水 開火 就可以完成的簡單美味料理 就是我身後的這一些 首先呢第一個我覺得最厲害的 一定要推薦給大家的就是這個 亞西亞田園的冷凍菠菜 這個冷凍菠菜呢看似是今天 所有的料理裡面最簡單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菠菜嘛 可是是我覺得最厲害最推薦給大家第一名的 因為呢這個冷凍菠菜 它真的是神還原 新鮮菠菜 煮出來應該要有的樣子 以前我在好吃多買過很多冷凍蔬菜 包括冷凍花椰菜啊 冷凍的綜合蔬菜啊 每一次買回來 我真的都是只有失望可以形容 我知道網路上有很多人有推很多款 一些冷凍花椰菜或冷凍蔬菜 可是我拿回家之後不知道 是因為我真的太手鐲了還是怎麼樣 它每一次就是煮出來 或是微波出來的那個口感啊 味道啊 浪然是沒有辦法再回購第二次的 但是呢自從我買了這個冷凍菠菜之後 真的驚為天人 這個冷凍菠菜啊 無論再怎麼手鐲 微波起來它真的都很好吃 而且它的份量非常多 它這一箱的價格是375元 裡面有6包 給大家看一下 一包大概是 又這麼多 它一包就是這麼的大包 所以呢平均一件的話大概是才63元而已 這一大包呢 基本上我覺得一餐啊 5到6個人吃應該都還算是蠻足夠的 那它後面有寫料理的方式 你可以用微波爐啊 或用水煮的 或是用快炒的方式去做料理 那我們家的微波爐呢 是1100瓦的 我通常呢 最喜歡的料理方式 都是直接把它放到微波爐裡面去 大概先微個2分半鐘 然後拿出來之後 稍微攪拌一下 再把它放回去 微波個30秒到1分鐘 看個人喜好的熟度 因為我們家 喜歡菠菜的這個 軟嫩程度 或是清脆程度 大家是不太一樣 然後出來之後呢 我再淋上一點香油跟蔥油 吃起來真的跟現煮的菠菜 是差不多的 不管是它的這個顏色啊 或是吃起來的口感啊 味道啊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就是神還原新鮮菠菜 剛出爐的感覺 而且在料理之前啊 是不需要自己切或是清洗的 我覺得真的非常方便 所以我在今天種 好市多 微波食品裡面最推薦的產品 再下一個是這個 奇美的港式珍珠丸 這個珍珠丸啊 應該是這幾個月才出的新產品 我那時候一看到它的外包裝啊 就覺得 這個外包裝怎麼長得這麼好吃啊 不想它外包裝做得很好嗎 這有種那種到香港很復古的餐廳 會有的一個外包裝的風格 看起來就超級好吃 我那時候呢就看到在外包裝 就有點失心風 連擦平價都沒有擦 我就直接把它買回家 然後隔天呢 我就先按照比較正統的方式 用蒸籠去加熱之後 一吃 驚為天人 真的很好吃耶 首先是它回顧加熱之後呢 它外面的那個米粒還是非常的Q彈 然後裡面的肉質也是很鮮嫩很Q 然後很多汁的 它的味道呢就是一個還蠻單純的豬肉鮮甜味 然後加上淡淡的調味 在吃的時候還是保有糯米香 還有豬肉原本的味道 但是呢一點都不會有豬腥味 後面的調理方式呢 是也可以用電鍋或是蒸籠 那或是像蒸鍋這樣子的一個加熱方式 可是呢我覺得如果今天只有我 就是偶爾截嘴才想吃個兩三顆 就要拿出蒸籠或蒸鍋去加熱的話 實在是太麻煩了 所以我前幾天就有嘗試 直接去使用微波爐加熱 那微波爐加熱呢 我們家1100瓦的微波爐呢 我覺得大概是加熱到一分鐘左右 其實就差不多了 就會是剛剛好的一個口感 然後吃起來呢跟用蒸的方式去加熱的 我覺得幾乎是沒什麼太大差別的 然後它的價格啊一包是385元 裡面有55顆還蠻大顆的 平均一顆是7塊錢 我覺得是非常超值 這款正做完之後應該就會列入 我每次去好市多只要吃完 我也一定會回購的產品清單 再下一個是這個泡菜起司飯糰 這個泡菜起司飯糰呢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微波食品 但是呢也是一個療癒感 滿滿的韓式小料理 它這一袋呢是419元 裡面有10個這樣子很可愛包裝的小飯糰 那這個飯糰啊它是泡菜起司飯糰 然後裡面呢會有一球的 麥芝瑞拉起司 所以加熱之後吃的時候啊 就會有那個拉絲的感覺 非常的好吃 泡菜味道加上麥芝瑞拉起司 真的是絕配 每次嘴饞啊或者是宵夜的時候啊 吃一個這個就會覺得超爽快超滿足的 最近你喜歡吃韓式的人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簡單又很好吃的小點心 再下一個是這個 罪惡的料理 它叫做脆鼠樂狗 但是呢它其實裡面是沒有熱狗那個東西 都沒有粉紅色的那個樂狗 它就是像這樣子的一隻 外面是用脆鼠的薯塊 然後裹粉 裡面是莫茲瑞拉起司的一個脆鼠樂狗 那它呢這樣子一袋是449元 裡面呢有8隻 長這個樣子的 我看一下 長這個樣子的脆鼠樂狗 是不是看起來超級罪惡超好吃的 我那時候呢看到就想說 看起來真的太好吃了 無論它裡面有沒有樂狗 我都想要買回家吃吃看 然後買回家之後啊 我真的覺得它驚為天人的好吃 就是一個吃了它只會爭培的料理 但是它真的太好吃了 那我在家裡加熱的方式呢 會先微鍋再拿到烤箱烤個5分鐘 那個吃起來完全包有外面這個 薯塊酥酥脆脆 還有麵皮腕成酥酥脆脆 然後裡面的這個 莫茲瑞拉起司拉絲的那種口感 真的非常的完美 雖然它一隻56塊 老實說不是很便宜 但是它滿足那個心靈程度 我覺得是有超乎56塊的價值的 所以還是很推薦給大家 真的很好吃 下一個是這個 冷凍薄皮泡菜餃子 當初呢我也是在好吃多的冷凍粿 被它的這個外包裝給吸引 它這個外包裝看起來實在太好吃了 然後呢我回家實際加熱之後吃啊 它的那個皮真的很薄 就是蒸餃的那種薄皮 然後呢裡面的餡料吃起來是很飽滿的 味道也夠重 那個泡菜味真的非常的足夠 然後呢裡面還有加上一些初冬粉的口感 所以整體吃起來我覺得是還蠻好吃的 在外面比較常看到是像泡菜的水餃啊 鍋貼啊 好像比較少看到這樣子泡菜的薄皮餃子 我覺得這個產品算是還蠻特別的 它後面也有寫到它的加熱調理方式其實還蠻多種的 可以像是平底鍋啊 氣炸鍋啊 煎鍋啊 這樣子煮起來就會比較像是煎餃的口感 那我自己呢是比較喜歡放微波乳 微波乳的話呢它有這邊有提到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放進去之後啊 要盡量是放在比較深的一點的外 然後用兩條很濕的微波濕紙巾去蓋住它 這樣子比較能夠保有這個泡菜腳的水分 那確實是這樣 我第一次在微波的時候啊 我只放了一張簡單的濕紙巾 然後微波就發現 欸真的超乾的 皮變得很硬很乾 那第二次我就按照它的方法 放比較厚的兩張的濕紙巾 而且真的沾得很濕 然後呢我把微波的分中數稍微 拉的比較少一點 它後面是講說要微波三分鐘 但是我那時候就微波個大概 一分半鐘到兩分鐘左右吧 吃起來就是已經非常非常好吃了 在微波效果可能就變更硬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買這一款 然後微波的話 要記得這個微波的小技巧 真的吃起來會差超多的 那這一袋呢是399元 我數過我的這一袋裡面是有27個餃子的 所以平均一個大概是15元左右 老實說沒有很便宜 但是我覺得它還蠻大顆的 所以吃起來份量也算是足夠 在很想吃韓式的時候 也是一個很好拿來快速解嘴殘的一個小點心 再下一個是這個 滴雞精的茶碗蒸 這個滴雞精的茶碗蒸啊 在我上一支好市多無限愛回購的產品裡面 有提到這個滴雞精的茶碗蒸 它就是我們家老的少的小的都很愛的一個 微波即時產品 那我在上一集有提到嘛 它算是添加物來說是比較稍微沒有那麼複雜一點的 吃起來是比較安心的 然後再來呢 是它真的是吃起來非常的好吃 即便是微波過後 你還是跟在外面現世的這個茶碗蒸 一模一樣的味道 一模一樣的口感 有時候週末早上我們趕著出門 就是全家一人一個茶碗蒸 就是還蠻健康的 而且又有飽足感 又好吃 然後它這一盒是299元 裡面總共有8個茶碗蒸 每一個都是長這個樣子 外包裝其實看起來也是還蠻有質感 做的還蠻講究的 所以平均加一個才37塊 我真的覺得非常划算 這是我們家的常備產品之一 超級方便的 也推薦給大家 那它的加熱方式還有寫到 可以微波爐解凍 然後可以電鍋加熱或隔水加熱 但是呢我通常也是就是直接是微波爐解凍 那微波爐解凍呢 它是寫說 如果你是家用的微波爐800W的話 是4分30秒 可是我們家的微波爐是1100W 用解凍膜是4分30秒 之後呢它還是一樣冷冷的 所以它並不會變熱 所以通常呢我就是解凍4分30秒 完之後呢我會再快速的用原本的模式 加熱個大概30秒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吃有點熱的感覺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如果用微波的話 就是稍微需要注意一下 再最後一個是這個 泡菜起司炒飯 它這個泡菜起司炒飯很深切 是它加了很多的青椒 可是吃起來超美味的 我自己呢是比較不喜歡在炒飯裡面看到 青椒的 我個人蠻喜歡吃青椒 可是不喜歡把它跟炒飯拌在一起 我不知道怎麼 就吃起來就會有一種 覺得浑身不自在的感覺 可是呢它這個泡菜炒飯 裡面加上了這個青椒 然後再加上一絲一絲的這種起司 它就小小段小小段起司 涵蓋在裡面 整個吃起來味道超好吃的 非常好吃的一個 然後再加上一個盤式泡菜炒飯 然後再加上429元裡面呢 有6份這樣子的炒飯 這樣子的6份炒飯 所以平均一袋這樣的炒飯 大概是72元左右 老實說也不是很便宜啦 但是真的很好吃 它就是以泡菜的香味為基底 然後有一些蔬菜的鮮甜味 再來呢就是有 Majera Cheese的這個奶味起司香 然後呢有一個進階一點的吃法 如果今天這樣子吃 你覺得有點太單調 而不是那麼的滿足的話 我自己呢個人有時候會 再放一顆糖心蛋進去 就實在牧場的糖心蛋 也是我很愛 在好士多回購的一個產品 不會把糖心蛋給攪碎 跟這個泡菜炒飯一起吃 又會再多了一個蛋香的口感跟味道 隱藏式的吃法推薦給大家 好那以上呢就是最近我很喜歡的 好士多懶人微波食品們 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頻道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蘇菲 在這個頻道呢我會分享很多 關於像是服飾啊旅遊啊 或是像今天這樣子很生活的 好士多開箱介紹的影片 如果有任何想看的主題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那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